如今亚运会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而且中国南兰也两战全胜,拿到了小组第一的成绩,显然从今年南兰的阵容来看,他们的实力非常雄厚,尤其是在有了周期的加盲之后如今的中国南兰在亚洲的赛场上绝对能够属于顶尖,就像首场和菲律宾的比赛一样。 虽说有了克拉克森的菲律宾实力非常强大,但是在最后时刻南兰顶住了压力,并且赢得了胜利,真可谓是一场非常经典的比赛。 当然了如果说到经典的比赛,那么在中国的篮球历史上同样出现了许多经典的比赛。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来说说在小编心目中南兰最为经典的无偿比赛,看看这无偿比赛和大家心目中所想的是不是一样。 能无,1996年中国VS爱根廷在NBA有96黄金一代,不过在中国也有黄金一代,那就是94黄金一代。 毫不夸张的说在90年代中国南兰在亚洲是绝对的霸主,即便在世界的历史上中国南兰的势力也是非常强大,而最能够体现南兰实力的一场比赛,是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认中国队和阿根廷的比赛。 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阿根廷一直就是世界顶级的强队,但是在这场比赛上中国对吴俊阿根廷打出了非常强势的一场比赛,胡伟东砍下22分,郑武砍下22分,李小勇也有17分入战,最终中国南兰以87比77战胜阿根廷首场冲进奥运会前8强,那4,04年中国VS赛黑赛黑, 可谓是世界上顶级的强队,即便是强大的孟之队,想要战胜赛黑也并不多么容易的事情,但是在2004年,亚特奥运会上中国南兰和赛黑相遇,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南兰来说无疑是背水一战,如果能够赢下这场比赛,那么就能够进入八潮。 相反一旦中国队输掉这场比赛那么就只能回家,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南兰打得非常听,尤其是姚明在这场比赛上更是毫无保留全场比赛,拿下了27分三个篮板的两双数据, 还有杜丰在关键时刻的罚球,也帮中国队立下了哈马功劳,最终中国队77比76战上赛黑赛进奥运前八。 No3,08年中国vs德国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南兰被分到了死亡之组,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和美国队相遇,那时候中国南兰打出了气势, 但是最终南兰实力和孟芝队相差的还是有点大最终输掉了比赛,所以说对于南兰来说想要杀进八强呢就必须要赢下莫威斯基领衔的德国南兰, 而中国队和德国队历史上共交手了12次其中赢下了10场比赛,显然在这样的一个数据面前中国队的压力非常大, 不过俗话说得好,有压力就会有动力,这场比赛姚明一个人就拿下了25分和11个篮板, 并带领中国南兰,以59第55战胜德国队,成功杀出死亡小组竞技八强。 2.2006年中国VS斯洛文尼亚在2006年,是仅算上中国队与斯洛文尼亚相遇, 可以说这场比赛绝对是中国南兰史上位数不多的几场经典比赛之一, 虽说提到这场比赛,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王世鹏在最后5秒的那季决杀球, 但是除了这季决杀球之后姚明,珠邦宇也打得非常没错, 不过再多的经典也不如王世鹏的那一季决杀, 要知道从后场运球到前场,再加上投篮王世鹏只用了5秒, 显然这一球已经为中国南兰创造了奇迹。 能一,08年中国VS西班牙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南兰核位是最强的一年, 在死亡之组上中国队战胜的德国最终上进了八强, 而在八强的比赛上他们遇到了是世界冠军对西班牙, 相信在哪个时候,所有人都会说这会是一场一边倒的比赛。 但是,就是在这么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中国队打出了气势, 打出了血姓姚明战的最后一刻,因5次范围被拔出场。 不过即便如此,南兰依旧和西班牙战的难解那份。 可是遗憾的是在最后时刻,由那斯莫名其妙地换下首封正顺的王志志,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导致了最后时刻中国南兰无人得分的尴尬局面。 虽说这场比赛中国队输了, 但是这场比赛,在任何一名中国球迷的心里相信, 都会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比赛。 因为如果不是最后的几次错误的话, 人中国队或许又会创造影响历史记录。